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Book 2 Lesson 5 西方读书 这个待会会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 西方或是东方的一些 读书的一些差异 我想东方读书大家应该都 很清楚 我们大部分是 用万啊之类的 比如说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 等等之类的 但是 那个西方读书呢 这边大家来看到 那个课本的一个状况 这边西方读书的规则是 三位一节 三位一节 而且分解读书 分解读书 那当然由小 到大 大家 就是我们习惯的 东方读书 各十百千 然后 万啊十万之类的 这个是我们东方的一个 方式 但是西方的读书呢 这边讲的三位一节 分解读书 分解读书 这边再跟大家讲 更清楚一点 就是由 假设由大到小 是 billion billion 就是十亿 然后再来是 million million 就是百万 再来就是 souden 就是千 那这边 那这边 不好意思 跟大家讲一下 麻烦把这边 hundred 化掉 化掉 改成 once once 这边 来去做 跟大家做说明 所谓的三位一节 大家就会看到 从小 往上 开始 三位一节 三位一节 最小的是 once 就是 大家看到的 个十百 就是one 这个 把它改掉 然后 再下来三个 往上 就是souden 就是千 千 再往上 三个 就是百万 就是 million million 再往上 三个 是 billion 就是所谓的 十亿 就是所谓的 十亿 好 那我们实际 用一些数字 来跟大家讲 这样会更 大家会更清楚 好 大家现在看到 看到 假设我 不要取太大的数字 我先不取 billion 先取到million 这边 我们如果说 以我们东方 大家看到的 我们是 是 会看到 这边是 九千 两百五十二万 九千两百五十二万 但是呢 但是 我们用西方读书 西方读书 大家会看到 三位一节嘛 三位一节 你会看到 这边 once 这边是 都是零 souden 是 是 以 我们中文的念法 就是五千 五百 二十个千 然后百万呢 百万就是 九十二百万 九十二百万 好 那我们来正式用 真正用英文的一个 念法 大家就会看到 第一个 这边 百万 当然 大家 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每一个各自各自的 从那个billion million souden 万 是念法 如果说我不去看这个上面的话 纯粹这三个数字 念法 都是 类似的 像这边 就是九十二百万 这边就是 五百二十千 那 如果说我们这边有 比如说一百三十 billion 就是 念法 这边的念法 就会都一样 所以说 好 刚刚这样跟大家讲 应该大家清楚 如果说我先不管 上面的单位 这个的念法 我摆在哪边 都是一样的念法 这样大家了解没有 比如说像这是 九十二百万 就是 92 million 92 million 这边呢 是 五百二十千 那就是 5 hundred and twenty souden 这样大家应该就清楚了 我们 这种 西式的一个念法 西 英文的一个 所谓的三位一节 分节读数 我们 分成这 这四个 但是里面 个别的念法 是一样的 这样大家 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 应该不会有问题 所以说 我们再来 重 重复一次 这边 所谓的 92百万 就是 92 million 然后 520千 就是 520千 这样大概 大家应该就清楚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